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632集 他乡遇故人 三人分散开来 那叫做宋英的女子直奔赤红山峰 另外一女与王林栖息所在的那男子则改变方向 绕开了赤红山峰去了远处 王林毫不犹豫 化作烟丝从那男子身体内散出 刹那就缭绕在了那叫做宋英的女子衣衫上 随之一同向着赤红山峰回去 这叫做宋英的女修啊 年纪看起来不大 相貌很是羞美 身体上还有一股子似厨子的清香 她化作长红 很快就来到了赤红山峰 在那山峰外 她身子平顿在半空 在她的身前那 有一片模糊的光幕 起到防护的作用 这女子御守抬起间 一枚红色的玉剑出现 拿着玉剑 正要按向身前光幕的一瞬 王林缭绕在其衣衫上的烟丝 立刻分出一部分直奔的玉剑而去 在其向前按去的过程中 展开了全力 极快地研究此玉剑内存在的禁止 阵阵轻微的咔咔声 从那玉剑内传出 片刻间 随着这玉剑 按在光幕上 其内王林的神石 默然收回 光幕一晃 慢慢化作水波的样子 那女子收起玉剑 身子向前迈去 踏入进了光幕内 在其身子进去的一刹那 其衣衫上 王林所化的烟丝 急速扭曲 以其禁止本源 模拟出了一个玉剑的样子 无声无息地 进入到了这光幕内 再进入此地的一刹那 王林心中生起兴奋之色 这光幕内存在了 大量的火本源之力 弥漫之下 此一个呼吸 都可以让自己的本源 壮大一丝 但同样的 在这里 存在了一个修为 到了空节初期的女修 此人足以让王林忌惮 她没有立刻离开 这女子的衣衫 而是继续栖息在内 这女子似对这里的火热之力 有些不适应 刚一进来就相悍淋漓 她快速地飞出 在这赤红山峰上 向着一处处洞府所在 送去一种名为解魂的仙谷 王林观察之下 这山峰内 共有十九个洞府 除了最顶峰一个洞府 这女子没有去外 其余的几个 她纷纷送去那仙谷 每一个洞府内 都有一股生机弥漫 其内都存在一个大魂门弟子 不多时 这女子来到了最后一处洞府外 她站在那里 此刻已然被热浪熏的 汗水打湿了全身 师姐 结婚过送来了 这女子声音略有虚弱 在那洞府外恭敬地开口 放下吧 一个轻柔的声音 从那洞府关闭的大门内传出 这声音落入王林耳中 让她立刻心神一动 是她 王林略一沉眼 在那香焊满身的女子 拿出九个青白色 散出阵阵寒气的咸果 放在地面上的一刹那 其锁化烟丝 从这女子衣衫上离开 缭绕在了一个 咸果外的叶片上 那叫做宋英的女子抱拳 恭敬地转身离开 飞出的光幕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这洞府大门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 一股犀利 卷着地面上的解魂果 被吸入那大门缝隙内 随后洞府之门闭合 洞府内被一片荧光缭绕 那犀利卷着仙果 在进入洞府后啊 被放在了一棚的石桌上 不远处 一个穿着粉衣的女子 潘膝坐在那里 其相貌极为美丽 更有一种气质缭绕 风华绝在一般 此刻她皱着眉头 有些低沉 她并未吐纳 而是看着前方 不知在想些什么 王林所化烟丝 藏在那鲜果的叶片上 看着那粉衣女子 同样沉吟起来 许久 这粉衣女子轻叹 闭上了双眼 似于打坐吐纳 但就在这时 突然在其心神内 出现了一个平静的声音 翻山路 在这声音出现的刹那 这粉衣女子猛地睁开双眼 其衣衫下的右手 更是隐隐一颤 默然抬起 直接向着前方一挥 这一挥中 立刻一片朦胧的雾气 凭空出现 缭绕在四周 将这洞府完全封死 王林 你在哪里 翻山路深吸口气 看向四周 她尽管神色 看似阵底 但那之前右手的颤抖 却是将其内心的震动 表露无遗 王林没有立刻现身 而是看了一眼 那被翻山路挥出的朦胧雾气 这雾气很是玄妙 其作用是封死一切气息 使得外面无法感受得到 这一点 是翻山路下意识的心 王林习惯从细节看全面 此刻略一沉饮 便从那鲜果叶片上散出烟丝 在那翻山路的眼前 凝聚出了身体 好久不见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看向翻山路时 余光随意的在那朦胧的雾气上一扫 看到王林 翻山路正在那 许久 脸上同样露出微笑 的确是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你居然来到了这里 这雾气 是我大魂门核心弟子闭关时散出 一旦雾气出现 师尊短时间就不会轻易生死扫来 这里就会安全 翻山路脸上的微笑 很是开心 能在这里遇到王林 很是出乎他的意料 但他内心对于王林的感激 却是依旧 没有随着时间消散 那洞府界的一幕幕 已经成为了他人生中的一部分 若非是王林 他也不可能回到家乡 且对于王林 翻山路很是钦佩 王林索性盘膝坐在一旁 听到了翻山路的解释 更是观察到了对方的神色 王林略有放心 但谨慎还是依旧存在 若是这翻山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王林会毫不留情的出手 你还是那样谨慎 不过这样也好 在仙纲大陆就需要谨慎一些 方可生存下去 翻山路含笑 看着王林 我三年前与归一宗的云一峰 曾见过 还提起你 按照道理说 你应该早就进入到 仙纲大陆 可是却从未有听闻过 还以为你出了变故 或者是在距离此地很远的地方 没想到 今天居然在这里与你遇到 翻山路眨了眨眼 惊笑起来 图中出了一些意外 所以来晚了一些 能看到你 我也很高兴 王林微微一笑 在这陌生的仙纲大陆 看到了故人 的确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让王林不由的有了一丝亲切 实际上的翻山路也是如此 在看到王林后 生起了亲切之意 他毕竟大半生都在东府 与大魂门除了名义上的关系外 已经很是陌生了 说吧 你来大魂门 更是来到我的洞府 定是有原因的 若是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我会尽力 翻山路之前呢 神色上的低沉 在看到王林后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真诚的喜悦 翻山路的喜悦 王林可以感受得到 内心弥漫一丝温暖 微笑中略一尘引 低声开口 我需要这里的地火主脉 来修炼一门神通 可能会对这里的主脉造成影响 翻山路目露思索 许久之后点了点头 无妨 我可以带你去这里的 地火闭关之地 那里是最接近地火脉的地方 师尊那里好说 他长期闭关 只是不定时散开神石而已 短时间不会对闭关的弟子探查 以免造成影响 主要是我姐 她也在这掩脉山上 不过她现在被师尊看重 应该不会轻易走出 这样吧 我去那地火室陪你 对外则说我在闭关 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否则会引起探查 翻山路话语利落 很快就有了主意 这样的话会对你有所不利 王林沉吟 缓缓开口 翻山路听到这句话 神色露出柔和 倾笑中摇头 没事 师尊一向护短 我自有分寸 王林神色凝重 起身向着翻山路一抱拳 沉声道 多谢 不用谢啊 我还要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 我也回不到县岗大陆 翻山路微笑起身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 还有委屈你隐藏在我身上 翻山路说着呀 笑脸微红 王林点头身子一晃 化作烟丝 融入在翻山路的衣袖呢 缭绕在她的皮肤上 如此一来 若是这女子有什么异动 王林也可立即察觉 她的景深呢 不会因为人 因为地点 因为话语而有丝毫的改变 翻山路整理了一下衣衫 在面色恢复正常后 一手抬起 向前一挥 立刻那朦胧的雾气消散 她身子一晃 便走出了洞府 一路她没有丝毫停顿 不急不虚 渐渐向着紫 赤红色的山峰下方 一处极为庞大的洞府而去 那里就是最接近地火主脉 其师尊开辟出来 专门为弟子炼制的一处闭关所在 翻山路一路走入那山峰下方 最大的洞府内 没有遇到丝毫阻拦 途中即便是遇到在这里打坐的同门 在察觉是翻山路后 也均都没有再仔细查看 他们根本就不认为 有外人能在师尊眼皮子底下进入这里 且翻山路在延迈峰上处于核心弟子 地位尊高不说 他的姐姐更是被师尊看中 隐隐似要传承一波的样子 如此一来 对于翻山路 其他同门自然不会为难与盘查 让其顺利地进入洞府 踏入到了那洞府最深处 一间封闭的石室外 这石室的门呢 是赤红色的 散发出无尽的高温 寻常修饰一旦接近这里 立刻身体内的血液就会似燃烧一样 更不用说在其内闭关了 准确地说 这石室是从地火主脉内 生生开辟出来 在其内打坐 就等于是在那地火主脉的体内 打坐一样 这里并非是只能修行火本源 在这地火主脉的意志下 除了水本源外 其他一切虚实本源 皆可在内修炼 主要是借这股火焰抑制挤压 形成一股压力 如此一来 可以达到一种类似时间改变的效果 在其内修行一日 因这股压力的存在 往往相当于在外多日 此时是啊 是这阎迈峰中最宝贵之地 唯有核心地子 方可进入 这一切事情 樊山路在临近时 传音给了亡灵 此刻站在那石室外 樊山路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却见那赤红色的大门 缓缓开启 露出了一道 可以通人的缝隙 在那缝隙出现的刹那 一声低吼咆哮 从那裂缝中 疯狂地传出 紧接着 一片火海 从那缝隙内扩散 化作了一条火龙的样子 向着樊山路吞噬而来 樊山路目光一闪 在那火龙来临的瞬间 轻声开口 发出了一个奇异的声音 死因一起 那火龙立刻身子一颤 在樊山路身前崩溃 化作点点火星 向着四周散开 樊山路再没有犹豫 向着那石门裂缝 一步迈去 直接就踏入到了这石室内 随着其进入 那石室的门缓缓闭合起来 在这石室火龙变故出现的一刹那 这阎脉风的最顶处洞府中 一个穿着洁白道袍 看起来约三十许岁的少傅 漠然正盘袭中啊 这少傅相貌极为惊艳 足以让一切人看到后 怦然心动 他眉若弯悦 眼如凤鸾 额头上还有一些 闪亮的五星晶片 贴着很是迷人 他似随意地向前目光一扫 其神识呼啸而起 在这山峰下方石石外弥漫 可却没有深入进去 一扫之后便收回 这是路尔回来后 第一次去那里闭关 对他来说这样也好 可以忘记那些烦恼的事情 这少傅啊 正是樊山路的师尊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